世界日新 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中秋节刚过 今天香港是放假的 我们都说这个假放得非常具有人性和智慧 因为中秋节当天大家都去团聚了赏月 隔天真的可以好好休息 而今年的中秋节说的最多的 平安的祝福的话 相信这个祝福都还伴随着在大家身边 但在国际局势上 今天一开始看到今天国际媒体的大焦点 全部都锁定在黎巴嫩 这是一个监控画面 说黎巴嫩这里发生了很多人身上带的传呼机 很像以前我们说的BB扣同时爆炸 造成了重大的死伤 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货源哪里来 今天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我们先同坐国际聚焦 国际聚焦 今天有关于在黎巴嫩所发生的事情 甚至也波及到了伊朗派驻在黎巴嫩的大使 这张照片我们看得更清晰一点 这个是一个监控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男子所携带的袋子 在里头它的传呼机在里头发生了一个爆炸 这第一时间 但后来之后还会有很多破碎的残骸的机子 破碎之后的碎片 各种各样的一个画面 而且我们算一下这个影响的层面 这个影响的层面据说造成了一个重大死伤 有接近2800人伤 因为这个是早报的消息 但这个数字在我们读报之前还有所更新 包括了伊朗大使清商 在这个部分 真主党传呼机同步爆炸 这里也有形容说是连环爆炸 在这件事情呢 因为发生所造成死伤的当中 虽然绝大多数我们目前看到的照片 都是穿着便服的人士 但是当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 李巴嫩也表示是真主党的一些成员 那么于是开始去查 这个传呼机呢 就是我们接续说在这个及时通讯的一个电报软体上头 也看到它这个爆炸之后的各种的碎片的情况 于是看到呢 是这么样一样的机子 在这一次呢 追踪的路线当中呢 纽约时报 其实包括了英国的金融时报 在这两家大报的报道当中都说 这个呢 是黎巴嫩跟台湾的一家公司 所采购的一个机型 这里又特别提到 那么这次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呢 于是也看啊 包括说这个黎巴嫩进口台湾传呼机藏炸药 这款大概是这样 说是一款是一个AP 它有个数字啊 它其实有讲一个数字 因为这个大报都报 而且这个消息哪里来的 纽约时报也好 金融时报也好 他们说呢 已经依照黎巴嫩 他们一个高级安全人员 还有美国方面的高级安全人员 等等不同的消息来源 说呢之前黎巴嫩曾经跟台湾的一家 名字也有 叫做这个Gold Apollo 这么一家公司 叫金阿波罗公司 金阿波罗公司呢 大概1995年建立 它登记的地址呢 是在北台湾的新北市 它专门就是出现一些 生产一些无线的通讯器材 而这个器材呢 据说黎巴嫩去采购了5000部左右 结果呢 现在他们直接呢 就把这个箭头瞄准到 到这个以色列了 认为说是以色列干的 认为以色列呢 在当中呢 它怎么会爆炸呢 说在当中埋藏了 无法被侦测出来的炸药 这个炸药呢 大约有三克 而今天这个报道呢 也提到了这样一个 非常知名的事件 对于这是一次呢 这曾经是一个历史事件 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网络攻击 当时呢 针对伊朗来说 是针对他们的核设施 所以呢 因此即刻的 在中东地区就有类似的报道 认为这一次在黎巴嫩 许多真主党的人士 所使用的这个船户机爆炸的情况 它的后座力影响性呢 可能也是记录性的 一个历史性的 甚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性 而这个部分哦 也是对真主党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安全漏洞 包括半岛 也这么的评价哦 以及路透社 这里也是再次看到 说他们呢 现在指责 一定是以色列做 不过以色列到目前为止 对这件事情呢 是拒绝回应 金融时报同时 还有这篇报道说 以色列其实啊 在很长的时间上 他使用这种电话 手机通讯科技啊 来做攻击的历史呢 已经很长久了 已经很长久 特别提啊 大家记不记得1972年 当时的这个慕尼黑的孔习 在就是在当年 他说以色列的摩萨德 就开始利用了电话的这种技术 去追杀巴结组织 之后还有几次 包括对策动对伊朗的攻击等等 可以说呢 他们用这种通讯当中啊 埋藏了这种科技的这种方式 来去击杀他们锁定的一个目标 而这次呢 在黎巴嫩这些真主党 因为涉及很多真主党人士啊 他们所使用的这个传呼机 现在呢 他们就直接咬定 是以色列呢 不知道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对于黎巴嫩从台湾采购的 这5000部的传呼机呢 可能都埋下了 未能够侦测到的 至少是三克炸药 用的呢 可能是一种远程遥控增温的方式 增加温度让它爆炸 因此现在他要求 有同款式传呼机的人呢 赶快都把传呼机给丢弃 不要去使用 那么这件事情的效应呢 后续呢也持续关注 然后再来看的是俄罗斯 普京自俄乌战争以来 下令第三次增加俄罗斯军队人数 昨天我们也已经看到 它的一个增兵的数字 大概总元数要增加230多万人 但是呢 军事的人员编制 就有150万人 忘报说这个总兵力呢 可能就会全球第二大 仅次解放军 克里姆林宫表示 扩充军队编制是因为俄边境沿线的威胁数量增多 但是呢在这一部分的一个讨论上面 还有包括说人员的问题 因为这个人员的问题呢 也是包括出生率的降低 现在不止在亚洲国家 我们看一下俄罗斯也在烦恼 其实乌克兰也在烦恼 这么样的一个调整兵力的过程当中呢 包括俄罗斯自己 有没有可能编列足够的预算 这个呢在卡内基国际和平这个研究基金会当中 有关于俄罗斯军事专家研究的这个领域呢 他们就对于经费的编波与否这一块呢 是感到了质疑 因为人口的需求上极大 特别是在前线的战场上 兵源不足是最大的致命伤 俄乌战争目前已经造成了100万人伤亡 华尔街邮报 华尔街日报 而且呢在这一块地方是说 俄乌战争两年半以来 死伤呢 约造成100万人伤亡 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呢 其实被俄乌双方都视作是一个机密 而在本文当中提到 根据之前他们所了解的 乌克兰自己曾经呢 也提过了一个机密数字 说乌克兰的战场上 乌克兰士兵呢 已经死了8万人 然后但是受伤40万人 那么对于俄军方面的死伤 有不同的数字 平均一个数字说 他们20万死亡 40万人受伤 但是呢 无论如何 这个加起来累计 由瑞士的一个智库 由一个这个 这个瑞士的智库 还有相关的智库 所调查出了一个 大概公约数 100万的这个数字 这对两方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而且在战场上的损失 在扣着他们现在经济地的 一个困难跟这个努力 还有呢 他们人员本身 出生率的下滑 这个影响呢 跟这个影响性呢 会是持续性的 接续我们做国际速报 经济日报 每八月零售报节 五改减息半离冲井 以及民报 美联储减息半离概率 曾升至七成 还有联准会召开决策会议 外界预期降息基层定局 本周联储局的这项会议呢 可能要写一个历史 包括这个鲍威尔 他到底做得好不好 昨天我们也提了 是否记名人堂 在这一波情况下 如何做一个调整呢 工商时报说 这个联准会降息 牵动全球五大神经 其实我们昨天也跑得快 大概先提到 有别的媒体也如是观 做这样差不多的分析 因为除了呢 全球开始观望 受到它降息的拉动 全球股市有一波提振 而且很多市场交易员 会去押注其他的央行 有一个降息的情况 新兴市场当然获得 一个喘息的空间等等 这个部分呢 联动到后来 大家看经济情况了 再来看 有关于晶片的供应链 这个圈子现在怎么转 每日进晶片技术 梳华快达共识 以及金融时报呢 也做了这样的 你看也是做了说 快接近共识 不过这个部分 听说谈了好多次 而且最近谈得特别密 为什么 因为拜登政府 希望在今年的大选前 就把这件事情给落定了 不过之前日本的疑虑在哪里 担心中国会有包袱 特别是日本自己本身 在制造相关的需求品上头来讲 它需要中国的一些 重要的原物料 这也是之前 为什么中国也跑得很快 在相关重要的一种矿物 原物料的出口上头来讲 也做了国家安全层面的一个管理 但是这件事情呢 也显见 这是美日联手 甚至以美方为主 进一步希望对中国 相关产业的一个打压 TikTok诉美国禁令 法庭持怀疑态度 以及TikTok挑战 非受激进法庭激变 资产剥离 违宪和言论自由等等 这是有关于TikTok 接下来的命运 在美国的法界讨论 所引起的一个关注点 事实上 很多美国的老百姓 我们一些美国朋友呢 他们也很关注 对于很多一般 在使用者来讲 他们认为美国去进TikTok 是没有道理的 你非受其进 这代表如果真的进了的话 美国一些应用商品 你看不到使用TikTok 这影响了很庞大的一个 使用应用的人数 这也考验了 美国宪法上面 所说的一个言论自由 所以他现在目前 法上各有辩驳 还有一件事要看到 因为美国向来 在这些的资料证据上面 有许多是并不对外公开 甚至连公众也不知道 所以可能TikTok的 辩护律师团 也不见得能知道 资讯的讯息的 平等性的取得上面 也增加了打官司上的考验 这个韩国 这个北韩 这个朝鲜 朝鲜这个今天 他又发射了导弹 在清晨的时候 而且是前后都有两颗 而根据日本的消息 说这两颗都掉入了 专属经济海域之外 但在本中 这也是第二次的动态 还有这个冯德莱恩 终于这次有保住位了 要连任三把火 他现在很多的人士大动 当中也有一些 拳斗的一个现象 他把一些重要的 像经济工业的一些重要的位置 都去让给一些所谓的干预主义者 他把很多的位置给了意大利 西班牙跟法国的一些人士 同时他也新设防务专员 来掌军工等等 另外靠挖矿 现在在这个币圈 因为未来的经济趋势有一块 这个先进趋势 大家都在看币圈 除了现在很多的经济的发展道路 上头来讲 包括加密货币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像币圈挖比特币矿的这个部分 有一块在这个领域上 比较专业的消息 说这个不单成为了第四大 全球拥有比特币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他的资产来源 跟其他像英美国家 靠去扣押别人资产所得不同 他是靠自己政府的力量去挖矿 所以他就晋升成四大国家级巨金 这是一个发展的动态 继续读报 我们看中华聚焦 明报标题 解放军公布台海针肩外建画面 而且另外在信报的标题 你也关注到这个消息 他的标题一开始则是说 美巡逻机载越台海 解放军升空跟肩 这两边都提到 有关于公布的外建画面 其实是有一个两分多钟长的一个片子 这个主题叫 守护美展示守土决心 来看一下细节 其实它当中有一段描述 在这个画面当中 其实一开始 它是主要有很多的明媚风光 我们看到像是有武夷山 还有杭州西湖 台湾的阿里山 日月潭等等 甚至也包括了像是新疆 西藏画面 这可能是呼应的 之前台湾有网红说 这个在新疆地区 你说人美 景美 很多美 所以是做一个呼应 就前半段我们看到 这这么美的一个两岸的风光 但是后半段 立刻就公布了 有许多包括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荷兰等等 这些战舰 近期不断地借由台海挑衅 但是解放军相应的军力 直接整个过程完全掌控 做一个跟肩的这个画面 这个部分也再次展位了一个 守卫僵土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上 官媒也说判分清敌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几张 而且我们又注意到 他公布这些画面的时候 他是中英文并成 也就是让外媒也能够更轻易地理解 这个部分就是显现出 更大自信的一个展现 还有一种守土未僵的决心 在这个时候 美国拜登政府对台 这次算来的是第16度对台军售 我们要看这第16度的意义 显见在拜登政府的任期内 对台军售似乎成为 他执政下的一个常态化 但是这样的一个常态化 绝对是无利于 当前两岸的一个正向发展 经济日报标题第16度 拜登政府第16度对台军售 设18亿 当然这是港媒的报道 所以是港媒计算 而这次说是驻台维修战机 而且呢 在当中资料显示 这一批是美军的库存 不涉及再让一些国防商 来去做建造 但是呢 他这个呢 就直接在香山论坛结束之后 做的一个发布 所以也引起了媒体的一些想象 不过如果再多看一个消息 这个时间点 可能会提供大家另外一个判读 那就是这一个 这个其实呢 是联合报台湾的媒体 昨天那个报道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消息当中 我们看到也有跟进 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美国国防部监察办公室 其实在上个礼拜公布了一项报告 当中啊 揭露了美国对台军售的这一堆乱象 包括你的打包 你放置的时间等等 并没有操控好 所出现的一些乱象 这个部分呢 是他们自己所做的报告 所以看他这个重磅快评 就是说向美锥军购 换来垃圾 然后提到了在这样一块情况下呢 你看到这边 这个图片看 在去年底到今年初 因为去年啊 拜登首次动用了他的一个特别拨管权 当时呢 说要给台湾大概超过3亿美元 那个军援 结果大家拍到的照片是这样 都是一些腐烂 哇这个更细看 发霉的这些军购品 根据台湾媒体呢 所报道的资料当中 他有一千件发霉的防弹板 五百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金 还有270万发 是1983年 所制造的一个炮弹 所以他的一些过期使用呢 不得使用等等 现在接下来这批货该怎么办 是全部还给美国 还是过程当中如何消化 而且这一批货 如果是要当作一个重大废弃品丢弃的话 在处理的经费上又是另外一笔 所以这件事情呢 长期在这一块 另外还有之前还说 还有两百亿美金还被扣在那里呢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化 在对于台湾内部来讲 这些民选的民意代表 是否应该更有责任 因为这些全部用的是人民的一个纳税金 而这样的一个军购 到底换来的是什么呢 换来就是台湾变成无止境的提款机 台军争获中国大陆辽宁号编队 航金台东北海域 这是联合早报的标题 另外呢 就是另外一家媒体也提 说美反潜军舰飞越 昨天飞越台湾海峡 中国辽宁号 今天就航行到 这个相关东北海域了 这块地方也看 也就是说中国军力呢 现在呢 它的一种整个完备的展现 你海陆空 对于动态往来动态呢 都非常的具有掌握 同时巡视台海呢 在其实去年 关注啊 就已经说了啊 从佩洛西之后 我们看到 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你不挑衅 就不会有后面更激烂的 跟辛辣的一些对待 这也会成为一个常态化 美空军部长说 中国的威胁不在未来 而是现在 这就是在开始 在炒作中国威胁论 美国大选前呢 这个快要变成香港广东话 叫雷排 好像他们不说这个不行 以及呢 这个是包括 这是有一个监控画面 就西方公布 另外的媒体公布说 他们监控画面 发现在第二岛链上 有一个航基地 这个基地 航空基地呢 开始做改建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个在二战之后 大家也看到美军呢 他特别对于太平洋区域的 一个军事部署动态 那现在这一块部分呢 加上联动道 因为他现在第二岛链的位置 说他现在设了一个点呢 可能靠近东海 南海的位置 包括距离台湾海峡 进台湾本岛呢 等等了 来做了一个估算 这样的一个情势都显见了 美国是加大了 在太平洋军区的一个部署 这也是呢 是针对中国 他比较清晰战略的 这个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要做一个了解的 另外 北京香山论坛 要打破西方一把声音 这是新岛日报 今天的社论 因为对刚结束的这一次的 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 外界都非常的关注 中美军方 在会上会做出 什么样的互动 特别是因为 对于美方为主的 一些西方的媒体来说 特别是美方自己呢 都很容易把这个呢 当作是不是在 反西方声音的集结 但是这篇社论呢 主要是强调说 应该要看中 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因为呢 长期以来 美方他过于垄断 认为自己是 唯一的安全解释者 那这样一个论坛呢 其实也看中国 在跟南方国家的 合作的加深 其实也是在 全球发展中国家的 合作当中 努力寻求一个共识 以提供 其实他们也有 另外一种安全的声音 所以不止一把 声音的意思 另外这个 南华早报 今天他内页的一个专题 这是一个学者 他们在看 近期啊 有关于这整个 这个地缘政治情势的态势 特别注意美国 现在也在跟盟友 在放松乌克兰 使用武器的攻击界限 还有包括北约等等的问题 同时之前 泽连斯基开始对于中国 对于俄乌战争当中的 中立态度 他有一些意见 所以以此呢 看到一些风吹草动 认为说呢 提醒啊 所以这标题说 可能对于北京当前来讲 要慎防呢 也被卷入了代理人战争 这样一个思维 另外是美国官员 将前往北京商讨 中国廉价商品 涌入全球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还有香港的报道 美国媒体副财长 本周访华 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 将讨论这个 被框起来的产能过剩 四大标题 而且认为说 现在中国啊 产出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需要一个新对话 当中一稍微一个 积极的亮点 是在美国媒体的报道当中 认为至少在 中美经济工作对话 是保持一个畅通的管道 本身呢 会对于已经有 共识的部分要加深 但是呢 对于有旗舰的部分 也会做讨论 但是这产能过剩的命题呢 之前中国有关部门 也做了一个解释 但不过呢 我们现在除了美国之外 包括欧洲 他们对于这样的一块的 产能消息比较敏感 那同时呢 王文涛 现在呢 也在努力 要去做协调 希望呢 德国也能够推动 欧委会尽快达成 符合世贸规则的解决方案 而德国的这个 哈贝克经济部长啊 就说 他可能要用政治解决 要用政治解决 目前有关于这个 关税的问题 其实他说于或许说到了一个点 因为之前呢 西方强加有关于 关税的这些执行跟压力 很多时候呢 也被一些人规范 因为专家学者认为说 可能超出了 真的是一个公平的 世贸组织的一个原则 所以都是涉及了一些政治议题 所以哈贝克做了这么说法 中国面临螺旋式 通缩 政府为何不果断行动 这是华尔街日报 中文版的标题 金明报 这是一个大模评估 说关注到 现在是中国内部的一个通缩情况 但是这个部分也是再次凸显 市场对于政府 它更深化的一个招数出口的一个期待了 因为认为说呢 现在呢 可能还是头像制造业过多 但是主要是有关于 内地的房地产的这个问题 虽然各方面呢 也还在消化中 对于外媒来说 它只是在观测呢 更多的是看到 到底中国在这一方面发展上的思维 会不会有所转变 接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信报 广州规定 政商交往 送礼物于600元 不要超过600块 有一个这个指示呢 挺好 大家就有依可循 而目前全球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也在为这样的政商关系 甚至是公务员的收礼呢 设下限制 这样就是防堵 让大家的心可以安定一点 有依可循 就不要乱想了 明报 这是李家超 即将要率一个很重要的团 赴金 洽谈经济合作 在这一块部分呢 有百官商随行 聚焦金融科创物流 这也是香港目前呢 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 而这个动态也可以看到 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呢 就要把握每一个发展当中 能够争取到的契机 月饼券 证券化 黄牛 躺赚 差价 这是本次 中秋节啊 加节的过程当中 大家所关注到了一个奇葩现象 说呢 现在呢 有很多 可能跟大家的经济 跟消费的意愿有关 说现在有一月饼厂家 干脆直接跟黄牛合作 高价卖出 低价买入 躺赚 差价 出现了月饼券 证券化的奇葩场景 当然这个部分呢 有内部 有一些内媒就会批评 这是违背了一些市场正常交易的原则 那么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也投入一些市场关注 在月饼的这件上 冒用香港品牌 或是你太滥用香港品牌 我们都知道品牌的概念是什么 品牌的概念不是你登记在这里就成品牌 品牌的概念很多时候是需要好几代的去建立 你稍微有所不慎 你这个品牌可能就毁于一代 所以这一次有包括网红呢 带案 立案 这个在对香港来讲 不认为是香港品牌的月饼这件事情 在做立案调查 当然呢 那接续呢 还有包括这个月壤 长六代回月被土壤成分特征揭秘 这部分有发布论文 说啊 这个月壤跟月面差异极大 同时也为早期撞击史提供证据 现在说他发现他上面的一些岩石的比例等等 有兴趣的 这可能有专业的领域 可以看一看 今天金融时报也很大版面 韩国啊 这个具有民族性的食品 就是泡菜 泡菜 他们的kinci 现在呢 有很多呢 是被中国的企业的竞争 刮战刮战的一部分的竞争市场 这个呢 也是看到近年来 因为包括韩国他自己的一些本身出口的一个困境 其实他们还没讲到还有气候的因素 所以看到2022年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泡菜原料 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另外这提醒大家 3600种食品包装化学品侵入人体 有79类高危 还可致癌损生殖系统 而且呢 不要认为纸产品呢 也很安全 有些里头那个油污啊 如果容易掉的话 也会引起身体的健康的疑虑 中秋节大家怎么过 在香港这里呢 各色的一个热闹啊 即便是其实昨天晚上的像我家门外 我就看到很多的闪电 但还是好多人提的灯笼无损这个性质 啊